主題全部都圍繞在打野AP 下路進攻 他們就是走這樣的玩法去打B.O.G 但那三把都輸了嘛 所以我一開始在賽前是沒有想到 他們還會持續走這個路線 現在是回到老招了 對 就是他們在LPL打B.O.G 就是這樣子玩 那就看B.O.G能不能夠好好去應對 還是W.P.G他們這個別出心裁的選角 有機會將比分頒回1比1 這個蜘蛛 應該不知道上次登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可能等一下後續看字卡能不能給一下 只是感覺W.P.G他們如果要出大招點位的話 好像通常都是在打野身上 因為他們把打野都放到四五選 他們比較願意讓Tazen的角色詞詞放到候選區 之前有阿姆姆 然後有摩甘娜 然後現在來了一個蜘蛛打野 這樣變形已經帶起來 上半部的話應該對於茂凱而言就是扛為主 不過要說到茂凱上路應該也是有一段時間 如果我比較有印象的話應該是 歐多瓦內吧就是在RGE的那個時間點 我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 那個時候是上路茂凱沒錯 可能上路茂凱他的大局還是反四線波的時候 他有一個圓圈你知道嗎 太老了吧 超久資訊 對啊你年紀應該也沒有比我大才對吧 那個時候是這個很經典的一年 2015很經典的一年 很經典很經典 先直接踩進來 Z服也愛玩吧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這裡得知到的資訊是 蜘蛛打野是相隔了1490天 現在都要走這種千一千天起跳 對 但是Light被打得很殘喔 治癒焦了 焦雙刀 閃線做住 W騎到BOG先拿下Bruce Ball 而且這個手刷是給Light的 WPG這波進野有點爆炸 後面一直丟炸彈 把人給拍走 後面再點燃 小武血量也被壓慘了 Elke還有閃線的 但這裡是沒有要繼續交 但BLG確實他們是不會希望 希格斯跟瑞兒這個雙人組 去針對到WPG的雙人組 打起來會比較劣勢一點 尤其是前三等 前三等希格斯大家雖然都知道說 他是推薦很快的英雄 但其實前三等他推薦速度並不快 而且很耗磨 只是這一波的話 WPG他們兩個是一位要交閃 被蹲點到了 對 就他們BOG很明顯的就是要放你進來做換區 然後他們同時在紅BUFF外面的草叢做蹲點 而且主要是小虎這波踩開過去 他先被對方的中阻給隔開了 然後就變成Light有點落單 因為手長的關係 所以他比較容易被Night消耗 對方兩顆球一直往WPG上招呼 這裡是BLG的鏡頭 有沒有那個 你說鏡頭轉到 笑了 這對於WPG而言就比較可惜 而且他們的陣容有提過嘛 就節奏證 前面的換區失誤的話 會影響到他身的進攻路線 想要提速啊 但有點陪的夫人又折兵 下半步還是得躍 這裡直接走過來 把輔助給DNA掉 直接把輔助中奧 讓他沒有辦法回到下路線保護兵 WPG這一波瀕臨城下 淡兵馬上來到兩等 再暈住 西格斯來了 暈住西格斯馬上過來支援 蜘蛛上吊 拖點時間 八道手腕有拉到 直接把人給拉了出去 這波R他還沒有倒地 最後一百天想要把人先換掉了呼吸 再炸回來 還有一個W技能可以炸到Tarzan Elker用去自己最後一絲的魔力 他是繼續要拖他的回到自己野區的時間 這波最後 而且人頭我記得是掉在了On身上 比較可惜的地方 如果這邊是Bin跟Elker拿到人頭的話 會更賺 雖然說BLG他們已經是叫了傳送過來保 但WPG還是把人頭給納金的口袋 而且他們在換線的處理上 後續也是他開自己的下路兩攤之後 直接過來執行月塔 然後Crystal的處理也很到位 就他直接把On給中奧出去 逼得Elker必須要交TP回來救自己的上路 前面的處理是好的 哈爾展第一段的上吊是先躲了西格斯的傷害 然後後續的話 打不盡的先炸 這時候小虎也過來了 這波 感覺他的畫面是 怎麼會 怎麼會變成這樣的感覺 跟他想像中的話好像不太一樣 好像不太一樣 那個表情蠻明顯 我對你教練這次也算是我們這個世界賽的 這個 迷音出傳 非常多梗圖 我覺得他算這個WPG的吉祥褲之一 對沒錯 每一次的這個動作大家都很期待 也是很可愛 對很可愛很可愛 但要說到可愛的話 可能要先問一下小虎 在這裡薰 先被推 還有虛肉潰散 小虎他活不了 對因為他前面一等團交了閃線 所以他這一波是沒有閃線被尋找到的一個機會 這中路直接被擊破了 而且自己的下路是先推晚線回補 被UN抓到了一個 算是回合轉換的一個時間差 來到中路 給到小虎壓力 上比賽101的Night 他的星斗拉有可能會激到出關 對 雙射手的陣容裡面最害怕的就是 你中期提速的時候提不起 就你的大坦前面發育的太差 沒有辦法製造輸出空間 其實雙射手在這個版本就會比較難發揮 剛剛呼吸是主動綁了上去 因為自己的AD是已經來到了身後 只是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應該對於茂凱而言是 比較不希望看到 就是在我參團之前好像其他的路線已經有點包包 感覺有點怪怪的 對對對 感覺有點怪怪的 但當然WBG還是要努力去把節奏給夾住 一千塊的落後 現在把Light和Chris擺到了上半部 看能不能去拿一些護甲金錢 但是在下路可以看到的是 Elke跟Light其實等級是差了整整一等 兩個AD的等級是差了整整一等 又是叫了TP過來手 從第一場比賽就可以看到 BLG對於TP上面的判斷 小虎在旁邊 看小虎的位置還不錯 但小虎的位置還不錯 BLG四個人被綁在一起 往前綁了進去 拍到很多人 側面的掃撤想要先把Elke給擊殺 再兩槍但Elke沒有倒地 遠方可以開始丟炸彈 反而是Brief的血量有點危急 後續被打傷了一個藥 但他自己第一時間還沒有死亡 然後反而是冰在原地被留住 後面還有大陸技能 讓WBG扮回料科人統 怎麼WBG小虎的站位很漂亮 他一開始站在河道的左直草的時候 其實BLG是不能夠確定他的位置 所以後續等到Brief先拍的時候 把這個陣型打散 小虎就會有比較多輸出空間 還要再留 蜘蛛的傷害是很高的 上吊流人 來到面前 但Elke稍微勸退 而且這一波是有扭掉霸道的手腕 推有推到 不敢躁進 這波WBG有把前面失去的給拿回來 其實中路跟下路的部分 Elke跟兵也都同時在單人線發育 而且剛剛蟲其實是一隻都沒有吃掉的 所以WBG多次收下了三蟲 可以看到就是小虎的位置 這裡W技能打出去之後 閃現拍 Price這個進場角度抓得很好 把對方的陣型給衝散了 吃到一隻嗎?不太確定 那先看後續團戰的發揮 這裡打藥之後再加這個神聖守護師 救到他了 就是沒有倒下來 Price的進場也做得很好 而且後續的話 好像兵他又是有點 在陣型的正中央 然後自己的隊友 根本不太上得起 這個系列賽目前看起來 兵好像在團戰的進場角度上 抓得並沒有特別的好 就蠻容易被針對的 WBG看起來也很了解他 在團戰裡面 會進場的一些角度 打得比較激進一點 現在鏡頭是轉到了下半部 剛剛BLG他們是有吃掉小龍 敲解開 命運呼喚 但是沒有撞飛奧可 但是沒有撞飛奧可 但還是有拿到 W技能想要彈飛飛高高 但還是有痛苦思扯 給了奧可一個痛快 中午也抓到小虎了 冰還有薰的兩人夾擊 兩邊是做了人頭上的交換 但是Light可以再多拿這個下五塔皮喔 上半部變成是Night去壓制冒卡 甚至還想要塔殺的想法 再Q到 繼續拉扯 這幾波消耗血量消耗蠻成功的 對 就先打然後再拉開 等到血量跌了之後再OE 現在真的要起殺星 玉鐵蜘蛛先交 哇 Light312了 Aunt前面在下半部河道跑動的關係 所以他回到下路的時間比較晚 WBG也在這個三角草裡面 抓到一個Raw Elk的機會 好 那這波這個真把Aunt給關起來了 蛤 直接讓他洗滅了 在塔下 炸清個兵 蜘蛛洗在旁邊喔 所以WBG看會不會有後續的想法 但是因為自己雙人線的血量 沒有到那麼健康 就選擇算了 而且薰在上半的資訊是 WBG是完全知道的 Night繼續摸護甲 在下路的經濟上面 KRESA也是領先到了一千三百塊錢 領先的其實蠻多的 這其實是上一場比賽 我記得Alk他的領先量 對他的領先差不多也是這樣 這把即便前面在一等團上面 出現了換區域上面的失誤 AZTP再來抓 是BRISE的TP 大繞貝 就是要抓Alk 冒凱的包夾 被葉盾影還有素晶 搭配TARTAN的毒株暴擊 哇Alk這把被針對了 而且是自己的輔助 往中路跑動的情況底下 想要抓對方雙人組回程的時間點 趕快把線送進去 但是被BRISE的TP抓到機會了 而且這個人頭是掉在BRISE層上的 在進場的判斷上面 其實冒凱這場比賽執行的還蠻關鍵 包含在前面那一波的三重團 先看薰 掉過來這波想要開團 先被霸道手段給拉住 BLG多人集結 惡意收購直接交 這也沒推到 如果推到的話 有機會配合薰的大絕把人拖回來 這也算是BLG的事前佈置吧 就是在打後續三重的時候 先把瑞娜打的大絕給逼掉 那他們現在就有一個大絕的時間差 那輔助上面 要看一下Alk能不能夠趕快升到六等 這一次的TP是賈克斯的TP 博茂凱因為先推進了 所以他是可以往上半步稍微靠去給他 兩邊在線路上的交換 其實頻率是非常頻繁的 他們一直不斷地在線路上去做交換 然後讓自己想要 以靠的C位拿到更多的經濟 這也是這兩場比賽比較主要的節奏 LBG小小的六七百塊錢領先 只是小五張比賽的發育就比較差一點 但當然WBG是有執行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養肥萊特 TP也來 是辛朵拉的TP 四人要殺大樹 Riff現在被包在塔下 先叫做飛躍盾營 但後續還有虛弱會反 然後再把人打包外帶 不給任何一隻活路喔 他們把邊線塔點殘 甚至是點掉 等一下西格斯也有機會來直接炸亮 看一下他們要把經濟給誰 要看一下上半步的點塔速度喔 WBG還是快了一點 他們因為第一波打完之後 選擇了回補 在那個回合的時間差上面 其實BLG是變成了防守防 所以他們也知道 他人這個時間點一定是在上半步 對方的雙人組持續壓的情況底下 奈特是選擇了直接放棄掉 上一打TP去越下 還是選擇了直接做交換 BLG看到錢是給冰的身上 然後小虎因為手比較短的關係 所以在中路其實面對上西格斯也比較苦手一點 如果是LCK的隊伍的話 他們的玩法會比較偏向式 喔 越完之後打殘 然後回補 然後讓自己的邊線能夠盡快回到線上 然後西格斯TP去下把塔拆了 然後再回補 這樣他們就可以把經濟分配到 西格斯身上 就一直輪轉去炸塔前 對 一直不斷地讓西格斯炸塔的優勢 發揮到最大 尤其在邊線的時間點 可能有一部分也是 這場比賽奧克他有點太落後了 所以就是往另外一邊去癢 好像不太需要幫他的感覺 對 現在就是看他自己能不能努力去長回來 可以看到奧這把其實後面也都沒有要跟著他了 都是持續地讓他自己一個人發育 應該還是要過來去把這座塔給轉掉 基本的東西還是要去執行 但另外一邊WBG他們也是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但是這把應該就沒有辦法直接攻到二塔了 因為西格斯是有TP的 所以這一波他是能夠回首到下二塔 看有沒有機會 賈克斯的TP是還要一段時間 WBG繼續升推喔 Parsan也把藍BUB給反掉 有六重的WBG 這樣還是拿掉了嗎 可以啊 有了 西格斯也沒有選擇直接交TP 因為對方有三個人的關係 也不敢太照鏡了 也不敢太照鏡了 那他們提前知道的西格斯往上走的資訊 直接選擇做下二塔交換 那這樣的遊戲節奏跟上一把其實是 很像的 很像的 感覺在看重播 連交換的東西也差不多 這也是六重的威力 鮑凱 探視野的能力算是蠻優秀的 有緩速到冰 御視者現在還在 剛剛BLG並沒有趁著對方拿二塔那個時機去交換御視者 下半部來到接近兩千塊錢的領先 WBG把可能所有的雞蛋都是丟在了Light的身上 接下來就是看他在團戰中有沒有機會可以跳起來 而且他拿到的 他也是有 拿到一些擊殺的經濟 傷害測試 按第一時間是能夠扛住的 等一下Light他可能也要把 智慧默認啊 或者是 賈克修這類的裝備給出上 通常第三件會補賈克修 然後或者是補臨界點 也都有 就玩法會各不一樣 但是他在團戰裡面 收割殘局的能力就會比西格斯強很多 而且他也比較不容易被對方衝進來 或者是CCO印的當下就馬上被秒殺掉 這場在時間上面WBG他們是比較有壓力的 然後這邊是先把預視者給拿下之後 中塔BLG正守還蠻健康的 所以WBG可能要靠著多人輪轉的方式 或者是冒凱壓塔的方式 想辦法去逼一下這座中塔 因為他們現在有六重的關係 所以點塔的速度會比較快 邊線倒是出不太去 但是以他們的陣容來講 可能還是要以團戰為主 雖然中路射手 包含像是小炮這類的選擇的時候 其實他在邊線上是可以給到對方壓力 但露西恩他比較偏向是團戰型的AD 他還是要去滾到一些人頭經濟 他點塔的速度不是那麼的快 現在新朵拉是五十九成 然後下一條小龍再三分鐘 這場比賽是風龍龍鬼 上一場我記得好像也是 和蟹先掌握住 這場蜘蛛他前面是先出李安卓的 目前004的戰績 來到了後可能脫離對線期的話 就會是蜘蛛他比較麻煩的一點 這個時間點他可能就會 比較容易變成集火的目標 但只要他的那個上吊開得好的話 是有機會躲掉一些關鍵性的技能 現在就是閃綁機器 然後WBG如果要團戰贏下來的話 就是他們要把對方的陣型衝散 就包含他們的希格斯跟辛朵拉 一定要讓茂凱能夠成功的 把他們的C位給打散 那這樣路線就會有比較好的輸出空間 蕭武有水星血的話 這樣比賽其實水星血他的CP值是還蠻高的 你這把來說是高的 視野上面的布置 WBG開始往深處來踩 上半步好像已經有人在追著扁了 你看這裡也聘了一個支援燈 TP要來了 真的有人要過來支援了 兩個TP 同時亮 兵已經開啟了武器中師 然後下來鬼靈桌 是直接綁住的Night 要閃線推嗎 要拉退 直接正面推虛弱快算就命中 也是同時讓自己的中路交了TP來 一個是想要殺一個是先救 那這樣中路就變成對著洗線了 因為畢竟現在物件上面也都還 最快的小龍也都還有一分半 所以這TP交完之後都還可以回到線路上發育 只是感覺夾帶著個人經濟上面的領先 兵他的邊線好像慢慢可以開始去打出一些破口 不過他們的陣型也確實打到正面團戰的時候 會比較害怕冒凱的進場 所以他這把 假設冒凱真的願意犧牲自己交TP來打團的話 兵可能還是要交TP過來 其實在前面三重團的時候 我記得冒凱那一波綁到的效果就 當然滿好的 他這個破陣的能力很強 而且這把因為他是吃單人線經濟的 不是像打野或輔助那樣 他這把的坦度是很高的 而且這把BLG他們比較偏爆發類型 持續輸出沒有到那麼優秀 克麗莎拿出了自己的第二件裝 下一條小龍在30秒 他們現在就是在中路互相洗線 看能不能夠把中路線人搶住之後踩合道 大絕炸直接清線 WBG陣容相對來說更需要把河道的視野站住 因為他們整體來說坦度不是很夠 所以如果你讓瑞兒踩到一個很好的進場角度的話 會很容易第一波就被OE 藍buff的爭奪戰 不過想跟新朵拉搶是偏難一點 直接把藍buff拖走 不給活路 把視野站住之後可能就要選擇動了 因為要趕快把節奏帶得更快一點 只是BLG他們好像要拖也不是不行 因為他們下一次還沒有龍魂上面壓力 以他們的角度來說的話 他們上路賈克斯中路星斗一定是會想要拖的 但前面團戰有打贏是更好 但沒打贏的話在邊線上拖到 兩個後期C位的發育也是 他們想要看到的情況 Q3 兩招全空 沒事就 好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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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ry nice try 沒有命中 那這樣瑞兒沒有大決沒有閃現 所以WPG會選擇直接放浴士者 對這個中塔施壓了 旁邊也叫了鬼靈座過來綁了 薰直接綁扛 這一波WPG想要衝掉中塔 有著肉丟蟲的加持 很多小蠻蟲跑出來了 只是壓不太掉 然後讓賈克斯在邊線上趕快補發育 這把他的邊帶點是很重要的 一樣大概維持著七八八百塊的 這一個是很有大決 所以對方如果真的硬推 也都還能夠用大決行線 還要再壓 這一次是把閃現進化都給逼了出來 Light這裡有點不小心 想要往前施壓的情況被 辛羅娃推到 他們就算再壓1也不大 因為Elker手上還有一個大 所以他再壓下一波兵 他就是用大決直接洗線 反而會浪費掉 自己去防守賈克斯的時間 而且不論是茂凱還是路線去守賈克斯 其實都沒有到那麼好守 特別是賈克斯其實蠻喜歡遇到射手 這把的話 沒有什麼人能守他 不太能夠守住他 等到他可能兩到三 兩件套的時候 可能就不太好抓他了 傷害就會不太夠 好消息是WPG他們的克里斯達還蠻肥的 所以這場他們吃棒的速度 應該也還是快 他們現在就包含從第一把開始 他們選擇這種都是 只要沒有物件的話 其實都比較難直接逼團 所以他們中期Rush巴龍的能力 就會相對來說更重要一點 因為克里斯達他也不是一個完全說 依靠打線為主的一隻AD 他還有讓輔助二次進場 中期Rush巴龍逼團的這種玩法在 所以即便換線這麼頻繁的版本底下 克里斯達的重要的順位還是相對較高 這場會比較麻煩的是 其實WPG他們的陣容沒有很好點討 要點討的話 就一定要把可能茂凱也一起叫過來 他們要用茂凱的大絕 用茂凱的大絕 然後可能再加上瑞拉塔的大絕 把對方逼退之後 把塔拿下來 會比較簡單 這事情可能 WPG要再執行的更快一點 因為一旦中塔還在BLG 他們就可以無限拖住節奏 就讓那個系格之力在中路刷兵刷兵 他們上一把也是在中塔上面 花費了比較多的時間 我記得他們後面 上一把拿到中塔 是他們在龍款贏的吧 才拿到那個中儀塔 對 不然其實很有可能會被BLG一直拖住 又想要找小虎麻煩 撞到 牆上 外帶打包 配CC 超能解放 小虎不見了 怎麼 這個系列賽真的是 一直有在抓小虎邊線的機會 只要他一接線 薰跟Night 就一直不斷地去找他麻煩 這樣反而變成是 BLG他們有機會去給到中塔跟邊線的壓力 直接開始摸二塔了 沒有人可以去防守 即便他們是沒有虛空幼蟲的優勢 他們是一隻都沒有的情況底下 還是很簡單把二塔拿掉 快速展趕快過來防備一下 中路二塔 應該說上半部的二塔是已經陷落 因為剛剛他們後面是 讓自己的雙人組去回防了中一塔 他們寧可掉上二塔也不想要讓這個中一塔被西格斯拿到 所以他們後續是把上半給放掉了 這場BLG他們肥的點位主要是 上路和中路 那以克莉莎手比較偏短的情況下 想要真的去跳到新朵拉罕 跳賈克斯也不太實際 所以 這1800塊的經濟點線優勢 沒有想像中來得那麼好發揮 這裡斷道了兩次克斯普的回程 那這樣福也應該會想要來拿中一塔 直接炸 對 這個是他在R技能斷道克斯普回程的當下 其實薰原本是在他自己的上半區 他看到他斷道之後 他就馬上回頭要來壓這個中一塔 因為他們也知道現在克斯普是沒有眼睛的 他一定是因為沒有眼所以他要回補 所以斷道這個回程是很關鍵 WPG要來佈置一下接下來的小龍 就看BLG這波會不會選擇來接 其實他們是有作戰能力的 就看要以比較偏保守 還是就真的硬拚為主 新朵拉現在有雷霆風暴加這個星河馳城 兩件套傷害應該是夠的 其實小虎也是兩件套 彩妖加奪破 然後蜘蛛身上是有一個驚人 只是在這幾分鐘當中 他是沒有太多裝備上面的技能 而且甚至在前面落後 這麼多的下陸對位來講 Nelker他打到現在 他剛剛甚至有出賞金 他剛剛有跑出一小段時間的賞金 就這段時間他其實也農得很開心 有 我剛剛有看到 冒出來一下 對 有冒出來一下 這個階段他都能打到有賞金 那就真的是被BLG拖住了 但是這個陣容如果繼續往後拖的話 一定是BLG佔盡上風的 一直炸 炸到Cribs分上也不太舒服 所以大絕在洗線 在跟你拖 就是不讓你把炮車線送進來 點這個中藝塔 就算小龍要出也沒什麼關係 因為他們只要讓這個小兵有機會 扛到塔 其實WBG就會把大絕 直接O-Win在這個中藝塔上面 想辦法把它拿下來 那中藝塔拿下來之後 他們就可以包含去抓邊線的賈克斯 甚至是B發龍 讓BLG被迫在這個時間點跟他們接團 派克里斯達然後還有塔爾傘去吃 最後是WBG拿下自己的聽牌龍 在25分鐘的時候 在這裡TP Night直接TP走人 你傳送我也會 反正是薰有點落單直接交閃 要來B發龍 這樣如果看到Night是交TP回去 就要逼B發龍囉 兵太也還交TP 來了來了 已經踢了 踢了就是藍buff這個口子 五千多滴 被吸回去了 而且開炸 後面直接騎了進來 來看一下巴龍是誰的 就是蜘蛛拿下這個巴龍 但團戰WBG他們能夠獲勝嗎 薰已經往前衝了進來 小武保持在一個可以輸出的位置 然後你外面的話 兵已經先被人給擊殺了 後續挖鞋子是有換掉克里斯達 但接下來Night他還有坐在空間 直接推了一個天女召花師拿下了瑞娜達二人頭 後續挖Briff他只是一個坦克 他只是一個大樹 在草叢旁邊準備要害牆壁 融為一體BOG的三人包夾 讓這個Briff他是無處可逃 連續的炸彈 還要再留人再交閃現 有機會嗎 他有機會跑啊 還有推嗎 再緩到 走位有掉了 Q鍵垂到 TP來了 九牛二虎一隻第三條大樹 一打三嗎 小虎 想要操作 路線操作局 頂Q CC圈在街上 後續人一波爆開來 小虎倒了 被 昂這波閃現席給抓到了 很可惜喔 節目團可以看一下 是WBG應該是被巴龍給拉回去了 對 這裡被巴龍拉回去之後 導致他們其實在陣型上面 被昂做到了比較多的人 所以才讓這個希格斯的傷害有打滿 而且在巴龍口本來希格斯就還滿好發揮的 對 只要你沒有把陣型衝散一定是BLG的陣型會再更好打團一點 哇這棵樹好硬喔 很坦 因為吃單人線經濟的關係 有點像是那種中路加里歐的那個概念 就是 可能 輔助未加里歐不是坦度那麼高 但是你吃單人線經濟 他的坦度就會很高 對方也都是AP傷害嘛 然後剛剛也是自己的被動再回了一口血 小虎這裡想要一打三 但很可惜 觀眾也是很驚豔 但其實看不太出是Night的粉絲 不過不得不說Light今天鏡頭滿多 但大家都沒什麼表情 真的 來這裡R拉回去 給大絕 21收購也是丟了出去 一騎騎到兩人 小虎丟了自己的刺激突入 但最後Light他沒有辦法復活 這裡燈已經倒了 另外一邊的話 Brief他也被兵給包夾到 原地交了一個回營之後 看一下BLG他們的溝通怎麼樣 其實好像被卡在了牆壁裡面 但接下來還能夠成功出去 然後再把Brief給成功擊殺 尾端俊在推到之後 由Night直接出手 過後續Night 辛朵拉接管了團戰 PRISPR已經把21收購給暗出來 但是後續因為傷害沒有辦法跟上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把暗秒掉 他沒有辦法觸發他復活 招牌的掌握度 現在Night是壓制著WBG有點喘不過氣 對 現在陣容的劣勢就開始出來了 對方真的正面擠過來的話 沒有PRISPR在場 他們其實不太好去跟對方接團 欸扛塔扛得有點多 想要過去給兩槍 遜他是勉強重活下來 這樣這波團又打輸 而且Night拿到人頭就差很多了 對WBG而言有點不太妙 但後續真的是沒有辦法把暗秒掉 就差一點點 如果秒掉他的話 Night就復活了 而且他最肥 對 他是這把拿最多經濟的人 不過這裡還蠻酷的 他卡在這裡其實蠻久的 他卡在這裡兩秒左右 他卡在這裡兩秒左右 觀戰者模式 OB一下 OB一下 邊緣OB 然後這裡再推到 這個角度跟距離都抓得很準 算了 恰恰好 他現在傷害也完全拉起來了 三箭裝的新躲拉 400的賞金 506戰機 剛剛兩邊的中路是都拉出了很高的傷害 而且剛剛Breece因為被兵限制在河道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第一時間來幫助隊友吧 BLG的陣型衝三 比較可惜 所以這個團戰就變成了一個比較一面倒的情況 WBG他們身上是有握著天排龍的 這個龍魂不太確定能不能拿到了 現在真的是追著這個茂凱打 想要先抓顆樹 現在樹還是滿血的喔 戰場分更差兩邊 又是一個 WG直接打在了茂凱身上 還可以用被動再回血 茂凱還有3分之3的血量 反而是薰賣到的 自己的血量非常低了 小龍14秒就要重生了 好像 你要去找這茂凱麻煩 好像抓不死他 對 好像抓不死他 看剛剛那兩個人 打應該要打個 看10秒 10秒15秒會不會死 剛剛KRISPR 好顯示一個是沒大絕 不然那個大絕應該就來了 他剛剛真的差一點點 他剛剛真的差一點點 贖罪神使已經先回了一口 還是要接嗎 讓薰回血一下 KRISPR現在一半 而且賓現在也在找進場的角度喔 還是要選擇繞 下面部其實有個視野的 賓他是會被看到 風龍拉扯回去 被在龍池裡面 不斷的抖來抖去 他整個位置也有被BOG看到喔 也想要出榜 兩邊連續拉扯 大絕在炸 炸彈Poke 有打到對方三個脆皮 對 重點是有炸到小虎很關鍵 這裡進場 想要來控制茂凱 茂凱要倒了 就是ON拿下這個擊殺 應該是點燃尾端的殺 燒死了 閃下空了 想抓Light沒有抓到 Light直接挑到這隻的 想要秀 Light他可以操作喔 還可以再操作 這裡已經開了 又是頭武士在拿下Double kill 但是Bin來了 Bin往前跳得過去 舉起了反擊風暴 Light還在跳 Light還在走一帶 一發的爆彈 不給對方任何的活路 那Crystal變成了殭屍 也只能在此湧眠 BOG還是拿下勝利 這裡要直接TP了 要一波 要一波 三個TP 三個TP 三TP的威能 這時候BOG要發揮出來 很可惜 因為BREASE他為了要幫自己的團戰 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落位的條件 所以他是站到龍坑裡面去 但是Bin跟Night第一時間的配合 把他秒掉了 這波BOG已經瀕臨成下 而且冰櫃神術 這一波直接拿下了兩座的梅牙團 而且他們也即將取得金牌 哇 不得不說 最後一波團 Light真的很盡力 但是Bin跟Night配合 把BREASE秒掉的這個決策做得太好了 哇 他把他當刺客在玩 他直接跳到對方的正行正中上去